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we first take photographs of water that we did not put any information in then we take the water with information and do the same procedure just described we take those before and after photographs and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when we projected the feeling of love and thanks to water it made the most beautiful crystal 这个实验既很有意思又确实令人震惊 自然界 一切的一切的确是一个整体 根本无法分开 你的心好了 他们也就好了 你的心坏了 他们也就坏了 今天科学实验的证明和两千多年前中国的老子所讲完全一样 天地与我同根 万物与我一体 这是美国的地铁站 这些科学家们正在向社会大众解说江本胜博士的水试验 became terribly interested in the molecular structure of water and what affects it now water is the most receptive of the four elements Mr. Emoto thought perhaps it would respond to non-physical events so he set up a series of studies applied mental stimuli and photographed it with a microscope the chi of love and we move along here to thank you and you can see where he take that to this bottle here but if you read japanese you already knew that now Mr. Emoto speaks of the thought or intent being the driving force in all of this the science of how that actually affects the molecules is unknown except to the water molecules of course and it's really fascinating when you keep in mind that 90% of our bodies are water makes you wonder doesn't it if thoughts can do that to water imagine what our thoughts can do to us 人如果不相信自己的念头有这样大的影响力 那么请看下面的科学实验 水能够看得懂人的意思 在玻璃瓶上贴上感恩感谢 水的结晶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不管用哪国文字 只要人的心是感恩的心 意念是感谢的意念 水的结晶都非常美好 这是中文的感谢 这是葡萄牙文的感谢 这是韩文的感谢 这是芬兰文的感谢 这是俄文的感谢 这是罗马弥亚文的感谢 这是泰国文的感谢 这是西伯来文的感谢 这是土耳其文的感谢 再给瓶子上贴上其他内容 比如夫妻之爱 水的结晶竟然是大结晶拥抱着小结晶 水的结晶竟然一层套着一层 重叠在一起 如同三代同堂 仿佛在告诉人们真正的家庭之爱 是老幼不能分开的 再贴上邻居的爱 水结晶里面的六瓣 紧密地围凑在一起 好像在互相帮助 再贴上相思相爱 水结晶竟然出现阴阳两种样子 就像一男一女 仿佛告诉人们男女有别 再看这个水结晶 它是不是非常的美 你知道给它贴上了什么文字吗 就是人们常常说的 也是人们最爱听的 我爱你 这些无数的美好的水结晶 这些几百万次的科学实验 揭示出来了宇宙人生的自然规律和真理 也就是说不管是人类还是山河大地 世间万物没有不喜欢美好的 没有不需要爱的 你真正爱它 它给你的回报没有不是美好的 连水都需要爱 更何况人类呢 那么水能够看得懂意思 它还能够听吗 下面就是对着一杯水朗诵江本圣博士所作的一首诗 欢迎来到地球 这一趟路途遥远 真是辛苦你了 这里暂时会是你甜蜜的家 你就在这里慢慢平复旅途的辛劳 爸爸跟妈妈会一直守护着你 你知道水听到这首诗之后 他的结晶是怎么样的吗 这就是他听到这首诗的样子 你看这杯水的结晶 多么的美好啊 如果你把这杯水喝下去 我们相信你的身体一定会很健康 很受益 这就是你对一杯水很好 这杯水给你的回报 感恩学长为我们做饭 感恩大家 一天三顿饭 顿顿都感恩 这些意念都是最美好的 他们所吃到的饭菜 喝到的水 所有的结晶一定都是最美好的 这样的饮食对孩子们 不但是最养人的 也是最养心的 关键是最养他们的品德 相反的一面 给水瓶贴上很恶的文字 这些都是不善的意念 结果会怎样呢 这是贴上混账之后的水结晶 这是贴上了你给我做的水结晶 这是贴上了恨死了杀了你的水结晶 大家马上会发现一个问题 其实水正是人心的一面镜子 你的心是什么样子 水就是什么样子 所以如果有人问你 你的心是什么样的心 你见过吗 你可以告诉他 我见过 我有一颗爱人的心 我的心就是这个样子 人们可想而知 一个人的内心 常年保持在这种状态下 这样的人 怎么会不健康长寿呢 怎么会不幸福美好呢 反过来 如果你有一颗怨恨的心 邪恶的心 自私自利的心 那也就是说 你的心常常是这个样子 可想而知 常年在这种状态下 这样的人们 怎么会健康长寿 怎么会幸福美好 这就是今天很多人 很有钱 很有权 很出名 但生活的却非常痛苦 找不到幸福的根本原因 因为他的心 因为他的心出了问题 丧失了善恶的标准 做了无数的邪恶事 身心已经扭曲到了极点 痛苦的要死 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科学家告诉我们 人的身体里 百分之七十以上是水分 你身体里的水结晶 常常是这种扭曲的状态 丑恶的状态 你的身体能受得了吗 你不难受 不生病 那才奇怪 这是法语的骂人话 混账 这是贴上了癌症 这是贴上了放弃 这是贴上了堕落 这是贴上了911 这是贴上了你不行 这是贴上了压力太大 现在人们可以对照一下 这一幅一幅水结晶的镜子 来反省我们每一天的心态 就可以知道 我们现在身体 那百分之七十多的水分 都是什么样子 还有我们身体里的血液 它的细胞 它的分子 已经扭曲到了什么程度 那么这个人表现出来 就是痛苦 疾病 短命 所以一切的灾难 都是有根源的 而第一个最重要的根源 就是人们不知道反省 不知道遵循自然规律的去生活 这是给水贴上 速食快餐之后的结晶 我们看它已经没法结晶了 人们就知道 这些用流水线机器生产出来的速食快餐 连水都不喜欢 相反 再把妈妈做饭的味道贴到水上 水的结晶 竟然是这样的美好 看了这个信息 仿佛连水都非常欢喜 连水都喜欢妈妈做饭的味道 由此人们就会发现 人类的亲情是多么的重要 所以中国古人常讲 父母对子女的慈爱 子女对父母的孝敬 是可以感动天地的 现代人一直看不起古人 说这些是封建愚昧落后和迷信 现在科学实验证明了先祖的伟大 妈妈做饭的味道是最伟大的母爱 人性本有的伟大的爱心 水不是动物 也不是植物 而仅仅是矿物 连水这种矿物 看了都非常感动 它的结晶都这样美好 我们还能说天地都被感动了 是封建迷信吗 我们到今天才明白 自然界的万物对人心的感受 从来都不是无动于衷的 你善他就善 你饿他就饿 就像水这面镜子一样 人类越来越膨胀 迷信高科技 感觉自己越来越像上帝 可以创造一切 那么现在就把克隆人这个信息 贴到水平上 我们看这就是水结晶给出的答案 而反过来 再回到古代 再让水来听一听古典的真善美的音乐 这是听古琴的水结晶 现在给他听威瓦尔地的交响乐 四季 播放春天的时候水的结晶像萌芽 听到夏天 结晶就变得茂盛浊壮 听到了秋天就像草木枯萎 万物凋零 听到冬天的时候 真的就像结成了冰 样子相当的精美 这是听到森林夜晚的音乐 水的结晶也像朦胧的森林 马利亚卡拉斯被誉为二十世纪顶尖的女高音歌唱家 她的歌声华丽而有光泽 现在给水来听一听 人们看到水的结晶也变得华丽 五彩斑斓 而且相当有光泽 现在水结晶的气质和风格 和卡拉斯的气质风格几乎完全一致 再给水来听一听日本民歌 它的结晶如同樱花一样美好 现在再来听一听大都市的车水马龙和工地的噪音 水的结晶马上变成了这副样子 再来听听现在的流行乐摇滚乐 水的结晶就相当难看 它难看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工地的噪音 看来疯狂而刺激的音乐 连水都难以忍受 科学家证明 水不但看得懂文字 还看得懂图像 这是科学家在给水观看海豚的照片 它的结晶是这样的 这是观看樱花照片之后的结晶 这是观看莲花之后的结晶 这是观看绣球花的结晶 结晶的中间竟然出现了一朵一模一样的绣球花 再给水看大象的照片 水的结晶里真的出现了大象 这是大象的长鼻子 再给水看烟花的照片 水的结晶中竟然出现了五彩缤纷的烟花图像 这是给水看教堂的照片 相当的圣洁美好 这是给水看日本的寺庙 它的结晶出现了寺庙的屋顶 还出现了屋檐下的柱连绳 画一个新的形状给水看 水就出现像新一样的结晶 人心的力量如此强大 可以和谐一个世界 也可以毁灭一个世界 在这项科学实验的影响下 许多人开始进行另一项实验 就是用感恩和祝福的心念 来改变周围环境的分子结构 来改变周围的物质结构 你看在水瓶上贴上核掌 水的结晶就像核掌 贴上印度教 水结晶无比的柔和统一 贴上犹太教 水的结晶也像这个标志一样美好 贴上拿摩阿弥陀佛 结晶就像护身符 这是贴上了耶稣基督水的样子 伊斯兰教唯一的真主阿拉 有很多美德 给水贴上至圣的美德 这是全能的美德 这是全能的美德 锐智的美德 仁慈的美德 公正的美德 这些水结晶的反应 好像比看到了什么都欢喜 都高兴 都美好 那么你知道这瓶水 让他看电视 是什么反应吗 这就是他的样子 那么把它放在电脑和网络前面呢 这是他的反应 把它和手机放在一起 又能怎么样呢 它是这个样子的 再把它放在微波炉上 它的样子就像氢弹爆炸一样 科学家用水做实验 只是用水举个例子 其实宇宙之间的万物和水是一样的 它们完全随着人类的心念 发生着改变 比如许多小学生做实验 现在把水换掉 换成草莓 这是许多小学生做的实验 他们把四个草莓放到四个罐子里 分别贴上四个标签 爱 谢谢 空白 混账 一个星期之后 被爱的草莓依然润泽鲜红 被感谢的草莓只有三分之一变质了 没人搭力的空白草莓整颗都发霉了 而被骂作混账的草莓就像已经死掉了一样枯萎在一边 这些实验任何人都可以尝试 人的意念对它好它就好 人的意念对它坏它就坏 一切的自然灾害 其实正是人类极恶的心念所发出的波动和信息造成的 所以天灾也好 人祸也好 其实根本就是一回事 人类这颗心要是坏掉了 各种灾难必将无法避免 灾难突然发生的时候 人们还在怨怪哪里来的这么多天灾人祸 仿佛毫无预兆 其实人们只要细心观察 或者翻看最近的各种记录 就会发现 人类身边的山和大地 自然万物 无时不刻不再发生着变化 你心里发出的信息是美好的 形象和环境自然就美好 你心里发出的信息是邪恶的 形象和环境自然就邪恶